人遭到收押 今天在立法院 立委们也有所回应 包括吴敦毅他说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而邱毅则是认为说 那么邱毅人呢 其实很多贬的事情 他都知情 你走过的有留下足迹 就是证据嘛 如果证据确凿 你不分政治上是哪个颜色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 如果真的都没外国 没贪污 书法来讲 这样就书法不对嘛 如果真的有贪污外国 书法给你搬 天公地道啊 那不是说哪一世的贪污外国就没问题 收押邱毅人最大的用处 可以查出来过去 陈水扁有多少以机密外销为名 中保四郎的部分 单单审计部的这一个秘密的 秘密的这个报告里面 160亿的机密预算 以机密预算 机密外交为名 而流出去的 许多是跑到所谓的私人账户 而私人账户里面有多少是贬家的人头账户 有多少是属于邱毅人 甚至过去贬朝的外交高官的人头账户 甚至有多少他们指定的外交前客的账户 160亿等于多少个八流案 等于16个八流案 16个八流案 所以邱毅人的被收押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邱毅人过去说要切副的时候 我就曾经吃枝与鼻 可是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说清楚 现在邱毅人被收押 我想机密外交这一部分 应该很快水落石出